在这过年短短的九天的时间 你就可以赚的东西 你不赚 就是你的一句话的无理 造成你 这个生意就跑掉了 相对的 绝对不是他今天这样 就在小时候的时候 他对孝顺听话这句话 他没有学到 后来数字一理 对抒情 你有重一数吗 既然重一数 就是人家跟你谈了 客户就是最伟大的 客户第一 要求你要想办法去突破 当别人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你的生意就没有了 就很可惜 所以说 我们基金委董事长就说了 我们在修办道的时候 我们必要做表面功夫 但是也不要连表面功夫都不会做 就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修道要分真诚的 要真诚的 一如一时要照这么做的 绝对不能动摇的 但是 这些人待会很多 你要去符合别人的 喜欢的东西 这些都表面了 这要做 这不能连这个都不会做 那就非常可惜了 就非常可惜了 你的机会就消失掉了 所以说 祝骨忠诚多孝子 鱼鸡养病伤鸡 鸡的时候 鸡家要静 养父母亲的时候 要快乐的 父母亲生病的时候 我们要忧伤 有伤失的时候 归空死的时候 要爱痛 祭拜的时候要庄严 要庄严 每个步骤 孝经都把我们教得非常好 积德祝其静 静亲 静人 静宿 只有你达到80% 才能成为专业 才能成为专业 你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 东西如果写一点点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静 静亲 你要达到这种程度 静人也是一样 静宿 对人的一件事情 不能默一下 你要去了解到80分以上 进入专业的时候 你就不用怕了 我看我们建成路这条路 有好几摊的那种卖饭团的 但是好奇怪 有的卖饭团 就是站在那边等人家来买 但是当这个建成路 和这个是什么路 交叉口那一摊 每次在那边买的时候要排队 不但排队 路边摊者卖个饭团 还要抽号码牌 比医院还强 抽号码牌 那个就是专专业 他把饭团做到人家 好奇怪 口味 口感 里面的硬度 脆度 就哪里那么好 一条路 大概没有500公尺 这么多人卖饭团的 那边人站在那边等 只有那一家都排队 就叫转捏 转捏 当时 帝国大学有个女学生 放暑假的时候 到帝国饭店去打工 或者他被分配到扫厕所 在家里没有扫过 而且扫的时候 很怪 因为心里做梗 我堂堂是一个大学生 在这里扫厕所 那个扫厕所动作就已经不对了 鼻子散到旁边 手上 那个动作就绝对洗不清 刚好 有一个老书夫从那边经过 也是老清洁工 看到这个小女人在那边洗厕所 是这种洗法这种动作 他就跟他说 来你过来一下 他就带到他 这个老清洁工 守护水的房间里面 他就拿了一个茶杯 从马桶里面 把那个水摇起来 喝给他看 当场喝给他看 他再跟他讲 要见一宿的时候 我对我洗的动作 我有信心 你不先我再喝一口给你看 我有信心 这个就敬一宿 你自己有信心就够了吗 那哪里是张的呢 那个当下对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很大的这种激励作用 他当下就卸下心房 就很认真很用心的 去把那个马桶洗好 他就一定要做到像这样 时间过得很快 就这样过去了 暑假就过去了 当下那个经理 和总经理来的时候 要来检验这些学生 因为帝国饭店 也是在显拔人才 看哪个人打扫的清洁 这个递到的女大学生 也是很简单 当经理和总经理来的时候 问那帝有没有清洁 什么都不用说 他就拿个茶杯 把马桶压下去 把那个水拿起来 就把它喝给他们看 当下 总经理就跟他说了 你毕业之后来找我 来找我 他毕业之后 就当了帝国饭店的 一路上经理 副总一直升上去 他也是 日本最年轻的游政大臣 37岁就当上大臣 的田野圣职 当下的一个观念 就造成他这样的成长 所以80文以上这种专业 他的家族 是你没办法去衡量他的 一票的年轻工程师 一台机器好几千万在那边找不到 到底是哪个地方故障 后来没办法打电话去请一个老工程师过来 老工程师过来把图拿起来看之后 判断的结果拿了一支粉笔 在图那个地方把它画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下去看 当他们下去看的时候 一下就抓到了 当下这个老板就问他 多少钱 10万块台币 他就说了 怎么那么贵 怎么那么贵 才花铅笔 花一个圆签就10万 10万块 对 这个就转捏 你这台机器 一天所生产的钱 是好几十万 你一两天没抓到 比这个肉还贵了 当下这个老板就说 是 赔你 赔你 因为以后还要用到他 以后还要用到他 所以你看 专业的价值就要高起来了 为什么我们谈到孝顺 会谈到 静一宿 然后静一宿 会谈到这个专业来 很重要的 这和你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演变来的 一个听话的人 到最后演变回来 所产生的病人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